大家好,我是王狗 今天呢,比較特別一點 因為這是我第一次挑戰 來自於越南的都市傳說 它的名字叫做馬洞 這個都市傳說呢,需要兩名以上的玩家 在越南非常的盛行 大家可以看到很多的Youtuber都有嘗試挑戰它 而且好像真的有出現了一些狀況 這個儀式呢,非常的簡單 大家都可以進行 需要準備空罐、零食、香菸、鹽巴、香 就可以進行這個挑戰 畫好一個六芒芯 把空罐放在六芒芯的中間 也插上數字箱 其他東西就擺在空罐子的旁邊 也就是說 Ghost, please come out and play with us 接著周遭的靈魂就會附身到前面這個空罐子裡 罐子就會自己開始移動 這個時候呢 我們其他玩家所要做的事情就是 趕快跑 如果一旦讓這個裡面裝有鬼的罐子 打到你的話 接下來可能會發生很多非常不幸的事情 然後我們今天呢 就選了一個大顆的龍樹下面 因為我們聽說樹好像都是一個 非常容易聚嬰的一個地方 期待看看 這一次會不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雖然 每次都很期待 但是 這不盡人意 但沒關係 我們就是不停的嘗試 開始這個都市傳說吧 我們現在 往前進 要往這個地方出發 只有隻 六芒星 在這個巨大的龍樹底下 來六芒星 燈館真的那麼好了 那接下來呢 下一個步驟 點起 現象 等一下我們的零食 放在它旁邊 它其實是點了我們的香菇 風是開始變大了 那我發現風開始變大了 喔~~看看 那個泰國人 他們晚到一半的時候 風開始變大 就知道這個是個橋 但我覺得 是蠻酷的 等我們的這個香菇 燒到一半的時候 據說 罐子就會開始動 我們就要開始逃跑 OK嗎 好 那我們就等待香菇 這個香菇現在是 也在呼吸嗎 還是它是正常的 在燒 OK 香菇差不多燒一半了 我們現在要開始念咒語 3 2 Go Please come out and play with us 好 1 1 2 1 1 2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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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4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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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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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5 5 4 5 5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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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看起來都很正常 那為什麼那些歹果會發生什麼恐怖的事啊 不在配果 大家都是我們後續趕的時間啦 那這是這個讀書傳說 做之前呢心裡想說 應該是不會成功吧 但是看到那麼多國外的youtuber 都那麼的成功 也越想說可能有點機會吧 但果然是失敗了 我回想到過去 我做讀書傳說 做到現在三年多 經歷了真的是非常多的事情 從中呢就打開了我很多 關於腦袋認知上的一些大門 除了入到一些奇怪的險象之外 也經歷了不少有特殊能力的人 比如說最常的就是陰陽眼 他可以跟鬼魂溝通 甚至有的人厲害一點 一眼就看穿你的前世今生 這個狀況對於像我這種一般人來說 當然是會覺得不可思議 但我覺得不能因為我們自己的觀點 只有擅自的頻段這些人是真或假 因為我覺得在某種程度上 環境決定我們的思考模式 假如有一條鯨魚 他一直都在在港 他沒有出去過 那他這輩子都不可能理解 海洋到底是怎麼樣運作的 所以 像那些特殊能力者 會不會就是因為他們從小的環境 本身就跟我們不太一樣 比如他可能從小在廟宇長大 又甚至是說他也曾經有過冰死體驗 或者是被雷劈中 這好像有點太誇張了 對但是就是等等的狀況 造就了他不同的人生觀 沒錯 就因為這個想法 所以呢我接下來會去採訪 一些有特殊能力的人 那下禮拜六會上第一支 到時候再邀請大家 大家跟我一起用客觀的角度去欣賞看看 至少我們每次都只是聽說嘛 那我們真的要聽聽看他們本人怎麼說 那最後呢大家還記得我有一個遊戲工作室吧 之前上了一款創作版Youtube四個 其實四個月左右而已 我們的第二款遊戲 妖怪事務所 其實已經悄悄在雙平台上架了 那雖然還不是正式版本 但是大家已經可以去下載了網 那我們裡面目前只有兩張 白天的日本跟晚上的日本而已 之後呢我們會新增其他國家 包括美國、台灣、泰國等等 不同國家裡面的妖怪呢 當然就是我的主題啦 當地都市傳說最副盛名的妖怪 到時候要再找機會跟大家介紹一下啦 那我們今天馬上有讀傳說 真的真的非常失敗 如果喜歡我的頻道的話 可以幫我訂閱按讚喜歡 謝謝大家我是王狗 掰